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 前两天华为在德国玻璃发布了号称世界上第一款手机AI芯片的处理器 那个麒麟的970也是960的画带产品终于迎来了更新 那么AI芯片处理器到底是什么 那个麒麟970对比目前安卓阵营的处理器旗舰 骁龙835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本期视频跟大家简单先聊一下 首先该处理器之所以被称为AI芯片呢 是因为搭载了专用的神经网络处理器 听着还挺浑的 其新型移动计算架构呢将专门为人用智能打造 在用户语言理解实时图像识别处理都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 比CPU快25倍 而这个功耗呢却降低了50倍 图像识别速度呢可达2000张一分钟 而骁龙CPU处理器呢每分钟仅为95张 并且支持AI长久识别人脸之交智能运动场景检测 这个乔黑板化妆点啊ufs2.1 搭载12核高效的GPU 这次的GPU呢是采用了G72 之前呢是玛丽的G71 之前麒麟处理器的一个短板呢都是在GPU方面 哪一代都是啊 这次在GPU上提升的也确实非常值得期待一下 呃4.5G高速的RTE最高下载速度呢可达1.2G啊 以高通目前发布的最强X20RTE的基带的实力相当 传说中2.8G主频啊 这个吊打835并没有实现 但是跑分上呢追平了835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次对于10nm的工艺 能效比呢是提升了20% 也算是一个例行的升级 不过这个NPO啊也就是这个AI芯片啊 我目前来看还有点炒概念的嫌疑 不过Mate10发布之后 咱们都可以实际检验一下 70970骁龙835你更占哪一个呢 OK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 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 每天我在这等你 我是小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